2017年5月,韩国公民团体环境财团代表崔烈,前农林部长官,金成勋等数位韩国高官,写90多位民间人士向韩国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韩国政府代表联名起诉者起诉中国,并要求中国向联名起诉者每人赔偿300万韩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 相关资料显示,当时韩国官员领衔的原告方,声称起诉原因是由于中国没有进到污染物质管理义务,导致大量空气中的细颗粒物被积风带到韩国,形成了雾霾。 起诉韩国政府,则是因为其没有查明雾霾天气成因,未进到保护国民健康的义务,因此有必要要求韩国法院敦促韩国政府补救失职的错误,以诉讼的方式向中国索赔。 直到近日,手挨中央地方法院,才就中国污染韩国空气案正式作出判决。 参与省里的韩国法官认为,政府部门已经见到了查明雾霾成因以及制定对策的义务,再加上由于原告给出的受害事实和证据无法支撑起诉讼要求, 所以政府部门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故驳回原告方提出的所有诉求。 不过领衔的韩国高官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扬言还会继续收集证据准备上诉。 根据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中日韩三国科学家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来看, 导致韩国形成雾霾天气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其国内,占比高达51%, 而与中国有关的细颗粒物占比只有32%。 那么为什么民间团体想要把这口锅甩给中国呢? 无非是这个民族极度自卑,希望通过打压比本国更强的国家给予一些心理安慰。 例如在文化领域,韩国一直以来全靠抢,网友调侃,宇宙都是起源自韩国。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也有外部势力搅局的成分。 要知道东亚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主要经营的一个地区, 这恰恰说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全世界稳定起到的重要作用。 因此美国才会挑拨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从而让东亚三国无法团结。 这不是凭空异想,而是完全可以依据现实情况推导出来。 典型例子就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每当东亚自贸区建设谈判出现了有力进展, 中日、中韩或者日韩就会突然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矛盾, 导致东亚自贸区建设谈判陷入僵局, 而这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据此猜测,中国污染韩国空气案, 很有可能也是美国在利用韩国民众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劣性给中韩制造矛盾, 以迫使东亚自贸区的构想永远只能停留在谈判阶段。 若是果真如此,那就必须要给韩国法院点个赞, 至少排出了一块中韩关系的绊脚石, 算得上是间接为东亚自贸区建设出了一份力。